通过他的经验 通过我们跟他互动经验 他捐赠了给我们这些法 也就是我们以病为师 以这些感恩户为师 拉尼亚姆往生前的七年之间 双腿静脉不通 伤口反复难以愈合 就会一直听他讲痛痛痛 就吃紫药药 有时候因为洗伤口很痛 他都会喊啊哭啊 但Dr.Lock就是会 有时候会停下来 跟他讲一些话来安慰他 我们都知道他是真正的无亲无故 没有爸爸妈妈兄弟姐妹 甚至是子女这些都没有 I'm 1% very worried You're not 1% You still have Chichi 因为对他的关怀 慢慢地看到他对人的信心 逐渐增加的一个过程 陪伴他们的志工 就形成了他的精神上的家人 拉尼亚姆已经圆满69年人生 最后的这一段路 慈祭志工祝福相送 大约新闻真善美之工 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这是我重新的家人 我包装 我 Então